致力於創新的國光劇團 今年二十週年重演推出 《鄰人三部曲》中的兩個作品 水秀與菸汁 虛構出一個離原國的場景 圓滿了楊貴妃死後 對唐明皇的牽掛與憾恨 而《百年戲樓》則回看金劇 近一百年的發展演變 二零一四年 《鄰人三部曲》在上海掀起了一波 臺灣金劇新美學的熱潮 一直到今天還不斷有文章 以及熱烈的討論 創新師也行破建 真情連打 千恆心 煙之水修 只唱到 關在千年 創台二十年的國光劇團 致力尝试在金剧传统中注入现代意识 从现代和文学的角度出发 制作新编金剧 2015年春季公演 将重现去年进居上海演出的 凌人系列作品 水秀与烟织与百年戏楼 在创作这个系列当时 并没有想到它是凌人三部曲 只是一直到水秀与烟织完成的时候 才觉得好像我们无形中 在把自己的故事 一一地阐述给当代的朋友 像孟小冬谈的是人 百年戏楼谈的是史 然后水秀与烟织谈的是戏 与人如何发生戏的关联 所以其实那部分看起来 形式是有一个新隐性 然后探讨的内涵 又有一种让我觉得当代戏剧里面 很难触及的某些 我讲是表演上很神秘的一种位置 要竟然可以被这么一个古老的形式 呈现出来 在天暖泪地的游泳的游泳 并不一游泳 伤心尘到尖 尖时寻我 尖时寻我 尖和尖 水秀与烟织以戏的创作为主题 探讨一部像长生殿这样的作品如何产生 这由唐明皇的项链凝视面对自我 让杨贵妃终于听到她的悔恨与愧疚 我们一直在做这种所谓的一种探讨 探讨这个生命的问题 所以在戏剧当中 不仅仅是有唱片做打精彩的表演 那么又有这种所谓从精神方面来看这个事情 或者说从更高的一种境界来看待人生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符合现在这个时代 想要探讨的一些问题吧 百年戏楼用白蛇传作为戏中戏贯穿全剧 刻画了金剧面对传统跟创新之间的抗衡 以及人与人的恩怨交割 透过舞台剧的形式展现了金剧演员的台前幕后 虽然是就戏重演 但导演李小平要求演员要将角色内化 绿球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受 演员越来越相信观众接受他的情绪这件事情 进而在他里面形成了一个情感排序的酝酿 那种酝酿之后他勇敢地外化 本来他自己会怀疑说那部分他们接受得到吗 其实慢慢在这个部分这个内化而后的反出的往来 其实推进很多 如果我们有这个舞台上的热情 就应该把这个追求当作每一次演出当中的自我递进 所以所有的主演跟我们的这些群众角色 都用自己如第一次演出一样的心境去内化 找到那个新的态度 梦回头 碧鱼 痴 放晴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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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光剧团的灵人系列作品带领观众看见 传统金剧一路走来的悲欢点滴 那边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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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